在还猪哥哥中试验消陷的男星朱红佳一直形势低调且很少出现在媒体的面前 在感情方面似乎更加低调 今日搜狐视频遇到朱红佳与一位女士饭后一同返回公寓过夜 这位女士疑似使其保护良好的隐婚娇妻 某天深夜搜狐视频偶遇朱红佳与朋友在火锅城吃火锅 中年发福的她在店中并未被时刻们认出 虽然坐在大厅很显眼的位置 她表现得很随意 一边抽烟一边与朋友们聊天十分惬意 席见朱红佳与一位面容白皙的女士举止十分亲密 壮死夫妻 酒醋饭饱的朱红佳一手插兜并慢走出门外 并站在门口等候 随后这位面容清秀身穿黑大衣的女士走出门外 肖剑体贴的等骑跟上之后 一起走向停靠在不远处的白色汽车 随后肖剑与这名女士驾车返回了 位于东四环区境的某公寓 一到中年的肖剑虽传出一些绯闻 但均并未证实 似乎视频去年夏天也曾经偶遇过朱红佳与朋友一起逛街 那时候她还没有现在这么发福 肖剑曾表示向往大侠一般不记得生活 却渴望一份稳定的爱情 这位女士是否就是肖剑告别漂泊生活的 也欢迎消息呢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